这个边哭边跑的小女孩 长大后成为了最受中国人喜爱的日本女人之一 并不是因为她会一口流利的东北话 而是因为她实在太可爱了 没错 她就是服务员爱 日本乒乓球界的大魔王 三岁零九个月的时候 首次接触乒乓球 在她还在边打球边啃手指的年龄 她却语出惊人 四岁的时候开始参加全国联赛 幼儿园中班的年龄加上身高 让她成为了整个赛场的焦点 很多人发出疑问 她是来打球的吗 然而事实证明 她不但会打 还一路打到了16强争夺赛 这时裁判指出她发球不对 正确的要求是必须伸开手掌 把球高高的抛弃 可她怎么都学不会 最后在对手教练的抗议 和裁判的不断警告声中 她哭着输掉了这场比赛 慢慢让她去给裁判道歉 并承诺下一次一定做好 她边哭边跑的过去了 这次的全国联赛 她只不与16强 不过对于一个学前儿童来说 这已经足够了 回去之后她苦练发球 不但要练发球的速度和力量 还要练习发球的精准度 为了能有更多的时间练习 她每天放学后都是跑步回家 一个月的训练之后 她再次参加比赛 这次被打破的不再是她 而是大她两岁的对手小男孩 她一路过关斩将 轻松地拿下了这次比赛的冠军 领奖的时候 她还没有讲卓高 太主动练习也不太好 比如这次 在她五岁生日的一周后 她参加了攻城线的比赛 利用反手抽球的优势 她一路吊打所有的选手 再次轻松拿到了冠军 她拿着奖杯边走边说 她不知道的是 以后的奖杯更加的沉重 为了能够在明年 全部联赛中取得好成绩 她开始进行强化训练 这天要练习反手回球 可不管怎么打 就是打不顺 顶承着跟妈妈 绝不中途放弃的约定 所有的人都走了 她还在继续练习 一直找不到感觉的她 开始哭了起来 妈妈看她状态不太好 着急的大哭了起来 妈妈说练球不能总着急 她记下了妈妈的话 接下来她的技术突飞猛进 一年后再次参加全国联赛 五岁的她依然是全场的焦点 她快速有力的发球 有很强的攻击性 对手被打得摸不着头脑 她一路打到了总决赛 看着比自己大的强劲的对手 她开始紧张到肌肉僵硬 在妈妈的不断鼓励下 她很快的找回了状态 一个漂亮的发球得分 再次快速的发球 对方虽然接住 她直接反手报扣得分 成功吊打对手 成为了日本历史上最年轻的冠军 站在冠军的讲台上 也只比边上的选手高出了几公分 一时间她成为了全国最有名的儿童 不管走到哪里 都会有一群人围观 七岁的时候 作为特谣选手 首次参加东亚地区小学生国际大赛 第一次对阵外国选手 对方是高出她一头的韩国冠军 看着她快速有力的进攻 占据了上风 很快对方熟悉了她的套路 结果她被虐惨了 她第一次感受到了外国选手的实力 十岁的时候 她成为了职业选手 来到中国辽宁沈阳参加训练 一个出过很多位世界冠军的地方 在这里她遭遇了13连败 终于在最后一次赢得了一局 成功留待了一队 输掉到人就要去二队训练 这边灯火通明 那边黑灯瞎火 甚至连对手的脸都看不清 现实就是这样的残酷 对方一个强有力的扣杀后 她拿着球盘跑向了场边 一遍又一遍的喊着 原来是对方球速太快 把她球盘上的胶皮打断了 回国后 她又跟一个卖萝卜的大叔 学习了王子发球 这种发球方法 非常适合她这种 个子低力量小的选手 她是一种借鉴网球的打法 在球高高的抛起之后 身体迅速的下蹲 然后李永泰把球快速的切过去 这种球不但速度快 并且不好辨别方向 2001年 日本顶尖球手选麻太上 12岁的她作为特谣选手上场 与她对阵的是 前世界冠军小山智利 她一个漂亮的反手扣杀得分 女王捡球的时候 依然微笑着 连续多次反手得分后 女王的脸色开始凝重了起来 一个快速的王子发球 球碰到球班 直接飞了出去 又一个漂亮的反手扣杀后 她竟然拿下了女王一局 正当媒体要大肆吹捧的时候 女王说 大家太大惊小怪了 在中国像这样的孩子 有一千个 真的有那么多像自己一样的孩子吗 扶杨爱想要通过参加职业联赛 自己看看 12岁的她 没让妈妈陪伴她 她要独自前往中国 在坐了14个小时的绿皮火车后 她来到了山西太远 一个人搬着大箱子走路 在紧张有序的比赛中 大家还都不知道 选手中竟然藏着一个日本人 她独有的王子发球 在中国首次亮相 再配合她快速反手进攻 这让她在比赛中频频得分 由于没有妈妈的陪伴 她要一个人吃饭 一个人洗衣服 就连比赛中回头的时候 再也看不到那个熟悉的身影 最终她的成绩是十战八胜 在中国的这段时间 她的心理和技术 都有了很大的提升 也成功进入了 日本乒乓球的强效 一天上课的时候 西藤卓二找到了她 想要求她代表日本参加世锦赛 只有14岁的她 成为了日本历史上 最年轻的选手 全校师生为她举行送别会 巴黎世锦赛上 第一场她直接吊打对手 第二场 对手是全球排名第12位 有希望冲击金牌的 新加坡选手李嘉威 而弗洋爱的排名是91位 没想到她却暴冷战胜了对手 接着又拿下了韩国冠军 这也是日本14年来 首次进入八强 在四分之一决赛的时候 她遇到了 虐骨当无数次的大魔王 刚刚战胜世界排名第12的李嘉威 面对世界排名第一的张一宁 决赛前 她微微一笑 依然感觉有希望能够冲击金牌 接着很快让她认清了现实 让她第一次真切的感受到了 什么才是真正的大魔王 虽然没有赢得比赛 她却赢得了观众的认可 毕竟她才只有14岁 将来还有机会 2004年的雅典奥运会上 第三场比赛是35岁的美国老将 她凭借超强的实力 直接虐哭了对方 然而在第四场晋级16强的时候 她遇到了强劲的韩国对手 双方打得非常的胶着 最终她输掉了比赛 只不宜16强 虽然没有赢得奖牌 她的设计带动了日本乒乓球事业的发展 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时候 她都为日本代表的起手亮相 这次她希望能够摘得一枚奖牌 然而非常不幸的是 她再次遇到了大魔王 这次的大魔王上演了一场零演技的表演 在第二局比赛的时候 比分已经达到了9比0 再赢一个球的话 扶杨爱可能就要被剃光头了 这样的话她又要哭了 教练赶紧提示张一宁 你就给她让一个球 张一宁为了防止她接不住 直接把球发到了地上 好嘛 你这伤害性不大 侮辱性却很强 为了能够为日本赢得一枚奖牌 奥运会结束后 她来到了中国广州 她每天在球馆中挥汗如雨 在这期间她不但要练习打球 还要加强体能的训练 并且开始注意饮食的搭配 学会了自己做饭 当有人问她什么时候回日本时 她是这样回答的 经过在中国四年的坚鼓训练 终于在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上 战胜了新加坡选手 成功拿到了团体赛的一块银牌 她第一时间把奖牌挂到了妈妈身上 妈妈说 是呀为了这一刻 他们整整奋斗了20年 比赛结束后 她也对过度使用了20年的手手动了刀 在她的影响下 更多的新生力量起来了 在2016年的里约奥运会上 她因为一个擦边球而失败 最终拿到了第四名的成绩 这也是她职业生涯的最好成绩 现在的她已经成为队长 在她的带领下 他们获得了团体铜牌 虽然没能够在职业生涯中 拿到一块金牌 但她因为乒乓球 结识了很多的人和事 这对于她来说已经足够了 试炼